我问问你啊 等于你们现在在深圳 有一个便利店对吧 对 他对你的抱怨 不仅仅是因为说 你欠了外债他不知道 对吧 他还抱怨说 你们沟通的太少 你自己也觉得沟通的少 为什么不一起帮他看店呢 对于这个店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就是想把它盘出去 然后去开个超市嘛 要扩大规模是吧 对 这个你怎么看呢 盘掉可以啊 但是首先你的 先把你的债还上 来保证一年之内吧 可以把这三十万还清 这个可以保证 但你那个店要盘出去 要么是多待两年 把这个超市进去起来 是不是买房 或者把店盘了 立马把我们积蓄 搭进去买个 给个首付 后面的分期付我来付 等等等等 你那盘店能盘多少钱 三十万吧 你还要 我们现在也 手上还有积蓄吗 两个人都 在他同一个就可以了 还有积蓄啊 对对对 还有积蓄 人家问你要几万块钱 那租金你为什么不给啊 那三一上 你是藏着东西呢兄弟 三一场上没有钱 再有转 那个三一会死掉的 这个客户 那你就直接说嘛 那你干嘛骗人家 说你没钱呢 我也想他盘掉了 然后我们相似时间也会多一点 那如果他把店盘了 你们俩把手里的钱都拿出来 按你的说法是用做生意周转的 去交一套房子的首付 那你们下面做什么呢 这我还是拿我的车去振钱 那就不开超市了 好 这个您同意吗 我不愿意 因为这个店盘掉 再去付首付 又要贷一笔款 那你每个月又要还月供 你首先你欠的那三十万的债 本身就有月供 那你再加上这个月供 那还得起吗 没关系啊 我努力啊 我愿意啊 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做到 那那么多债压在你身上 压在我身上 压得都喘不过气来 来 看看我们的老师们 如何解决这一对的矛盾 一起进入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我听到了 全部都是钱 钱 钱 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 爱在哪里 如果你们之间的情感 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数字 在做维系 在做推进的话 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今天来到爱情保卫站 还是应该去财产保卫站 刚才大家一直在聊 男方希望把这个电盘出去 中间是一部分资金 自己的一部分存款 女方的一部分存款 以这三部分存款 来付首付对吗 对 你既然有钱 为什么不肯拿几万块钱 给他付房租 我现在想问女生 你有存款吗 也有 你既然有钱 为什么不拿几万块钱 给自己付房租 都在算计对方啊 不光男方在算计 女方也在算计 怀里都揣着钱 就是不肯网出拿 女方在算计说 你除了这三十万的外债 好我信这是真实的数字 以外 你到底还有多少钱 所以他才会提出 让你买房子 不然的话 让我听起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让一个外债三十万的男人 买一套房产 给我住 这无异于是说 你看 你把天上那个星星 摘下来给我 除非他觉得 你有钱 这是第一 第二 男方为什么一直在计算 你手里的那家店铺 因为他知道你有钱 所以你们两个 这么算计过什么呢 两个被金钱纠缠的男女 是没有时间和空间 去谈论爱情的 我觉得你们俩就合伙 做生意 挺好 祝福每一位 谢谢 谢谢左岩老师